这都几个月了 一路上竟然什么惊心动魄的事也没发生 哎 客官 这么晚了您还没睡 你知道冲火镜在哪吗 冲火镜 万万不可 那可是会出人命的 只要你告诉我就好 我不会乱来的 谁 我 我 我只是路过而已 既然如此 我留你一条性命 赶快离开此地 哎 这事物后有条小路 嘿 看看去 水清姐姐 我带了点吃的来 先放在这里 海棠 东西带了吗 带了我 哇 大美女 莫非老天真让我遇到了仙女 果然女人是比男人要好看的 衣服放这里 先回去吧 是 哎 哪来的男人声音 啊 你是 你是怎么进来的 好一双细长的眼睛 红孔竟然是生紫色 像是随时都可以将人的魂魄勾去 和它相比 华月简直成了瞎子 哎 面纱后面是什么 红腾腾的一片 哎 真可惜了这张绝世容颜 不管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都不会取你性命 但是 要留下你的双手和舌头 免得你性命 做什么 把刀还给我 黄与刀 百炼钢为深 纯黄金为饼 百鹿鱼为士 长安第一名铁匠 唯一卯所锻造 是不是 这位仁兄 你也太神了吧 看一看就看得出来 哎 我是不清楚 这刀是我朋友送的 哼 你朋友带你真好 自己来 不用我亲自动手了吧 我 我砍不掉 我用一只手 砍掉了一只手 另一只手 又用哪只手去砍呢 好 那我帮你 你说了 叫我自己来 现在又想反悔了 你若是能自己解决 还需要我来帮你吗 人呐 说话是不可以不讲理的 哦 哎 你明明叫我自己来 我答应了你 但是你说你动手 我就不愿意了 你要勉强我 你就是在出尔反尔 那你 直接割喉自尽吧 哎 我 我只答应你砍掉自己的手和舌头 自尽可没答应 你也说了不杀我 那你想怎么样 当然是放掉我了 我这人有个毛病 就是答应别人做事不超过一件 嘿嘿 等下次你抓到我的时候 你若叫我自尽 我百分百自尽给你看 说了这么多 你无非就是不想死 有人会想死吗 我要想取你性命 你的尸体早就凉透了 大美人 你真好 你这人 怎么这么完善不讲理 我叫你美人 你居然打我 真是变态 暴力狂 喂 你要打继续打 打好了我再站起来 你若是不胡说 我会打你吗 好了好了 我不说你了 你是丑八怪 可以了吧 所以你怎么说 这位公子 美人是赞美之词 你懂吗 你别打我 人呢 你去哪里了 当然是茅厕啦 当然是去茅厕 去茅厕用得着把枕头挪到被窝里吗 哎 刚才有个女飞贼要抢我东西 我打了出去 后来她跑掉了 哎 我还夸她是美人来着 结果她还打我 一鞭一巴掌 疼死我了 还丢眼器 你看 我腿都受伤了 编好了没有 别少 我还在编呢 哎 哎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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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 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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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个 你不愿意说 就算了 我不勉强你 真的哄吗 疼吗 唉 无论遇到什么事 我都不会离开 我会永远保护 永远保护 我会永远保护 我会永远保护 过来 给你看个东西 你看 那里有几只青蛙 青 青蛙有什么好看的 不 仔细看 三只迪在一块的 大青蛙背着小青蛙 小青蛙又背着小小青蛙 呀 真的呢 好好玩哦 那只大青蛙就是师父 小青蛙就是我 小小青蛙会是谁呢 顺凤哥你最笨蛋 你要当青蛙你去当 我可不要当 皇帝 不管洗水有多急 我们都不会被冲散 会永远在一起 我会永远保护你的 永远保护你的 刚才的记忆 应该是林语黄的 身体和记忆都是他的 那我又是谁 那我就不再是我自己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林语 你出去 你赶快出去 快呀 别待在这了 等等 我先帮你把腿上爆炸 在下崔燕 这位是我的弟弟崔静 花大侠和林公子光临寒舍 有失远迎 还望见谅 崔岛主 偷扰了 这燕静岛是慌了点 但这院子的景色 还真不错 三位请用膳 这东西是我命下属 在后山里面抓来的 栖息于山谷溪水中 叫声四婴儿体 很美味 这不是娃娃鱼吗 古人果然就是奢侈啊 要是现代 这一只娃娃鱼 可以换多少叠粉红毛爷爷啊 小黄 你怎么了 吃点菜吧 不要 林二公子是嫌弃我们这儿的菜不好是吗 小静 呃 其实我很喜欢岛主的酒杯 很精美 岛主可否借我一看 呃 好 燕子岛主 你的手怎么受伤了 哦 手不碍事 就是破了点皮 哦 岛主多加小心才是 哦 这酒杯 实属佳品 还给你 多谢 在下 敬三位一杯 可好 燕子岛主 好酒量 哼 酒位入口 林二公子就说在下酒量好 抬举催焰了 小黄 我的头有点晕 想回去歇息了 回去 回去 就回去 哎 你怎么了 小黄 哼 你们走不出去了 凤哥哥 你怎么了 难道你被这些阴险歹毒之头下了蒙哈药 哼 林玉皇 那酒你没喝 我知道 但是以你的身手 还别想打过我 你居然害我的凤哥哥 往我在你杯子上抹了泡牛用的天晕地晕没你晕 白白招待你的粗糙的男人 哼 大哥 不要怪我 你手上的刺青 就是小剪刀吧 你 你 你是怎么发现的 武侠片看多了 这一点小伎俩 还想瞒我 你乖乖跟我走就行了 不用你说 我和哥会回去 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刚不是死命挣扎吗 我是想回去的 小镜子 不错 听话 你哥哥不喜欢薛红 让他和他好好说 老朵是躲不掉的 你又如何知道 我哥喜不喜欢薛红 他 他不是想逃吗 那是因为他不满意薛红受了第六个男宠 那第六个男宠 叫什么名字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把你两个同伴带走 小黄 这 正是在何处 后院 你被迷晕了 我是背不动你 才带你来这儿的 走开 小黄 你现在对我好凶 废话 老子不是你的娘妈皇帝 秀声不对的 你不开心见到我 我不出现在你面前就是 别再说那些胡话了 林轩凤 我想对你说件事 我的确不是林雨皇 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我来这里之前 曾做了一个梦 梦里的人告诉我 只要我找到两样东西 就可以离开 真正的林雨皇去了哪 我也不知道 这 这怎么可能 你想想林雨皇 再想想我 我和他有很多共同之处吗 有 你还不死心 真的有 其实江湖有传言 说宠火宫有一种秘籍 会混淆人的记忆 很可能 我说了 我不是林雨皇 那你是谁 现在 我也不知道了 我记得去林雨皇 小时候的一些事 又忘掉了自己 原来的一些事 不过你相信我 总有一天 你喜欢的人会回来 那你呢 可能就这样没了 没了 那是什么意思 消失吧 我还是没法 接受这个事实 唉 你让我回去 好生想一想 回程火镜的路上 我好像忘了很多事 那个变态的男人 却反复出现在我脑中 他是谁 会不会就是重莲 我决定回去一探究竟 那男人 那男人 居然还在 好像 没穿衣服 喂 喂 原来 原来他脸上的红色图腾 都是莲花形状的 大哥 你没事吧 站池塘里干嘛呢 你不会是在猎邪宫吧 是的话我得跑远点 省得你魔青大八宝给杀了 嘿嘿 你不能动 大美人 你冷不冷呀 叫你大美人 你一定又不开心了 是吧 哎 这挺好看的 干脆我给他取个名 就叫红花院好了 你说好不好听啊 上次你打我脸 疼了我两天 今天 大美人 比起你那两巴掌 我已经很温柔了 当时我最美人家 美人颜色 焦如花 美人 美人 大美人 少爷 我给你插连花 果然是莲花大美人 大美人 你当姑娘比较好看呢 美人啊美人 你要是姑娘 我就娶你了 大美人 你就跟大爷我走了吧 大爷我养你 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享之不尽 她突然睁开了眼睛 你干什么这样看着我 爱上少爷我了 不过去 我完了 我竟然主动听了个男人 我不是故意的 我念她的公主 时间差不多了 小蝴蝶房里的声音 打起来了 哎 这不明摆着偷袭吗 林轩凤 我怎么说你好 击杀到随随便便一句话 你就真跑去杀人了 还偷袭 你不害臊 我都替你害臊 你为何不反击 我是要取你性命 你为何要杀我 失命难违 你杀不了我 我知道 方才你若是还击 我已死了不下十次 七傻刀是吗 为何你会知道 七傻刀杀人无数草菅人命 他在外面对别人说生死有命 如果有人能取他性命 他当心服口服 为何又要派你来杀我呢 你害我师父残疾 你要不杀我 我总有一天会取你性命 风哥哥 晚上好 你不是出去了吗 那啥 我去睡觉了 站住 我有事要和你说 去你房间 那个 什么事啊 我就说 我喜欢的人 怎么会突然变得不休蝙蝠了 什么都想过 从没想到 竟不是同一个人 我以后该怎么叫你 我也不知道 我忘了自己的名字了 那 我以后叫你羽黄 你想要找什么东西 两件秘宝 在最强最美的人身上 一个与莲有关 一个与梅有关 原来 你想找重莲是因为这个 嗯 那件宝物可能就是连身九世 另外一个我就不知道了 天下以美貌和武功出名的 除了重莲 就只有环雅文和花一件 可是他们没有什么宝贝与梅有关 找一个算一个 你也希望那皇帝早里回来 所以你务必要帮我 好 对了 你听说过海棠这个名字吗 重火镜三大护法之一的海棠 什么 你说什么 重火镜三大护法之一 那水镜呢 他又是什么人 重火镜的大笛子 我 我 我知道了 谢谢你 重火镜没有第二位公主 看来 我闯大祸了 你们好啊 看他的头发应该就是他 等等 别杀我 我头发怎么了 你有两缕红色的头发 说 你擅重重火镜 是何之心 朱砂 别说了 直接拖回去 不 他把公主害成这个样子 我要杀了他 暴力女啊 完了完了 我要死了 我没事 海棠姐姐 谢谢你啊 你真是观世音菩萨在世 漂亮又大方 比那个叫朱砂的暴力女好多了 你 你这个野小子 在胡说什么 我今天打死你这个烂嘴吧 海棠姐姐 你真的好漂亮 某些叫朱的什么 女的根本没法跟你比 我从没想过和海棠比 你给我去死 林轩凤啊 你说什么也得来救救我吧 你平时睡得这么轻 现在这么大动静你听不到 小蝴蝶啊小蝴蝶 你也是个没良心的 好歹我俩也是狼狈为奸 不 相互合作的好伙伴呢 公主有令 活着 误杀 我会请公主杀了她 不要 不要 我不喜欢男人 我不认断教 我不要 终于醒了 莲公主好 看样子你还没那么笨 知道我是谁 莲公主 风流倜傥武功干事 为人和善 这是谁都知道事 我怎么会不认识呢 你叫什么名字 马大头 马大头 这是什么名字 林雨华 哪有父母会给自己儿子 取蜻蜓名字的 哈哈 原来莲公主知道马大头是蜻蜓啊 你怎么会知道我名字的 想要查一个人的名字还不容易 雨华 方才我听你在睡梦中说 自己不是断秀 我是做噩梦了 你看不出我是男的吗 大哥 你是调戏女人吗 动作这么暧昧 怎么会看不出来 莲公主 这么有男人味 你不是断秀 又为何要亲我 我都想问问我自己 天杀的 当时我肯定是被林雨华附身了 那个 其实我当时是把你看成女人了 大美人 你当姑娘比较好看呢 美人啊美人 你要是姑娘 我就娶你了 莲公主记忆力真好 小人好崇拜你 那个 莲公主 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是不可以再做这种动作的 虽然你害我散工了 但是 我很喜欢你 当我情人 你说 好不好 好 那个 莲公主 其实我不是 莲公主 其实我是随便说说的 你别着 我一定是在做梦 这世界上女人都死光了 为什么这些男的总爱非礼男的 一个林轩缝不够 现在还来个重连 她 她不会是想把她那个 放到我的那个里吧 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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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丑莲 我要挖你祖宗师八雷祖坟 杨月寻风 朝水芙蓉 武装有烟药之中 一蓝杯 秀萧色尖浓 丑葫柜面 已惊鸿 大美人 你当姑娘比较好看 美人啊美人 你要是姑娘 我就娶你了 大美人 你就跟大爷我走了吧 大爷我养你 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享之不尽 皇帝 你记得吗 你从十四岁的时候就跟我说 你喜欢我 我答应你 在一年内回来 我守约了 而你 却违约了 皇帝 你忘了谁都可以 怎么能 忘了我 你别忘了我和李宁峰是什么关系 她的身体 我甚至比她自己还了解 这次就算了 下次你要再用她的身体去勾搭别的男人 就等着死吧 死光仓俱 谁说 死光仓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